嘿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酸 趁著連假這幾天都沒有出去玩 我就在家裡雕了一些東西 例如說把我們這個背景給改變了 換了一下造型 就如大家所見的 應該是一個新的氣象對吧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卡組呢 是蠻羊配上這個治療精靈 我們上一集給大家推薦的卡組是 黃豬跟治癒精靈的搭配 那這套呢我們來試看看吧 目前來到三聖這邊 這邊要開始啦 GO 那當然也嘗試把這個螢幕的尺寸變得更大一點點 可以看看 習不習慣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適應吧我在想 噢 被弄掉了 弄中的 噢 剛打這麼重 等等 剛被神經常有穿到 所以拉著 你就要看他補不補了 然後 給我弄一下 威武 精靈 進去 欸 然後 弄一下 把對方室克給撕掉 可以喔 我覺得對方打的比較... 擠一點點 剛剛在他手連的那種五全壓四的進攻方式 沒有寶藏 沒有寶藏 沒寶藏 來了 可以 我們一個一個都解掉 急攻後 誰是這種無限輸出啊 沒有抓到塔 可以喔 來脫 這個有成功拉肚 靠神劍射手 防守的對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推一下眼睛 就發現我有沒有看到眼睛 好 來 下一場 這套其實也蠻適合治療精靈 是因為整體水費 應該說他的質量都是 中上型的 大概4費左右的單位偏多 這種單位不太怕 法術的傷害 相比這個大隊啊 這種 惡棍小隊 一發滾桶或滾木 就可以死去的單位 偏向 他怎麼下好呢 滾桶過掉 好 有些 預測一下對方是 會有召喚 我這裡神劍射手先拉著 好 這算是有拉住 好 來 地震法秀 來 治療精靈 帶上 剛剛慢了一發但 還可以 解的5-5波 這條精靈 上 這條精靈 上 這個很速 正 龍鴻 龍鴻 這波看起來不是很妙 龍鴻 來 真天使 弓 龍鴻 哇 他其實最後能頂住 可惡 看一下 騎士 騎士木 好 繼續往下走 騎士這樣對好像有點太早 小心喔 有點陣 OK 有小骷髏 不行啦 什麼牌組會有 馬跡力 火槍手 炸彈塔 一樣是 召喚 炸彈塔 好 炸掉 炸彈塔 炸彈塔手蠻羊的 難力有點強 從上下過的經驗來看的話 想一下怎麼處理那個 好 等一下用神劍射手留下來手 墓圓 有 有 冰精靈 蹭上去 然後我抓到對方的 再一次 他也 然後有 他也中了 有 但是 超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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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喔 沒事 把這個拿下來一樣是日圓的組合 收 嗯 墓圓跟炸彈塔搭配現在真的是蠻多的 不過他現在這個坦還是換成瓦基莉 後排輸出電法換成火牆手 好來我們再一場 連線連線 我在點假的時候嘗試做了一些IG濾鏡 希望之後可以順利發布 反正就是也是AR擴增實境的一種技術 之後應該會蠻流行的吧 應該是說現在已經在流行的 只是終極應用或者是更多應用 在市場上看的好像還不是很多 好 來我們比賽開始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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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冰晶 吃冰晶 好 刺客 冰相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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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沒辦法 只能剩下他改革了 拼一波看看喔 我就是炫酸了 炫酸 這個有 左邊也給他一點壓力 有 右邊先穿掉 太棒了 有點難 好險喔 真的是直線的直線 左邊慢一點 先把古巨人往外打 這樣子 這樣子的對峙呢 比較安全一點 就可以讓劍塔有協助輸出 好我們今天這個 其實發現治療精靈 是 雷聲小 但雨點還蠻大 目前用起來的效果狀況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除了搭上 黃豬 看大家有什麼牌組的話也可以推薦一下 搭配這個蠻羊效果 還行 推薦給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我們就打到這邊 如果 就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是炫酸 我們下次見啦 各位掰掰 掰掰